《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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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感谢主再次叫我们相聚 我叫大家今天相聚 相信各位知道 精神不是要像这个世人一样 最后一个晚上我们来庆祝 来派对 各位都会知道 官方的条例下来 今天十二点之后 我们不能再这样相聚了 那时候可能都要在小家这样的聚会 或者小组的聚会 所以我们这样相聚的时候呢 你的用意是 教会一定有责任 要带给主的群羊有一些勉励 还有一些很全面的方向 不管是属灵的方向 当然这是危险 另外呢 我们要怎么也照顾自己的身体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继续蔓延 我们不知道到几时 我们还可以再相聚 但是我们怎么保守我们的身心灵在主面前都健全 Amen 那各位一定要知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 主得到昨天 今天 一直到永远都在成就 那今天主给我们的话 我祷告了主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各位 有没有问过 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整个四福音书里面 他说出了最多 最多 负面的禁止的话 是哪一句话 各位有没有问过 我们主耶稣讲过很多的话 他也告诉门徒 不要这样 不要那样 对不对 但是最负面的禁止 也讲得最多的 也很明显的是哪一句话 就是不要惧怕 不要忧虑 不要担心 对不对 不管是在风浪来的时候 跟门徒说 不要怕 或者在面对有一些人 他们有病痛的时候 不要怕 不要担心 还有什么 最后晚餐 门徒最焦虑的时候 你们不要忧虑 各位有没有 各位 有时候我们常听 不要怕 不要担心 这些话都听麻木了 也听习惯了 主耶稣讲这么多次 但是我们会想 为什么上帝 他来到地上的时候 这句话一直挂在他的嘴边 那我去想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都比谁都知道我们脆弱的人性的一个真实 我们的人性是何等的软弱的 是何等的容易来到极限 我们很容易担心 很容易惧怕 很容易揪心 很容易无助 有这样的光景里面 那在这样当中呢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一直告诉我们 你们不要惧怕 也不要惧怕 那讲这样的话 那么当然各位 我们都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的惧怕都不一样 你跟我的惧怕不一样 有些人怕病 有些人怕孤单 有些人怕死 有些人怕猫 怕狗 每一个人的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都会知道 这个惧怕呢 如果你没有止住它 你没有对付它的那个良药 很快的 这个惧怕会越来越 然后慢慢的它会怎样 抓住你的心 瘫痪你的心 然后你就发现你在判断什么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你会混乱 所以呢 这个惧怕慢慢就变成恐慌 所以人家就有恐慌症 所以有些人对高度有恐慌 有些对有些动物有恐慌 对不对 所以有各种的恐慌 有一次我在这个 internet看到的时候呢 恐慌呢 各位你们知道 人最怕 最恐慌的东西 最普遍的是什么吗 就是在公共场合 在台上演讲 你们有没有听过 公共谈言 是最普遍的恐慌 对不对 所以你们大家以为 牧师常常上台讲道 我没有恐慌 没有惧怕 我跟各位说 我做过很多的噩梦 我在梦里面 很多的眼睛看住我的时候 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然后在梦里面 要讲什么都讲不出来 所以在潜意识里面 真的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群众的压力 真的一个恐慌 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就是什么 即便我们现在恐慌 惧怕是很普遍的 我们到处都会能够看得见 我们回到圣经 来真正的了解 我们的主告诉我们 人惧怕忧虑的焦点在哪里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回到主的话 看 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 各位我们看马太福音 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 那这个经文里面 把人惧怕恐慌的一个事实 那个焦点告诉我们 各位我们去看第六章 第二十五节 我们主耶稣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这个是common sense 最简单的 普通常识 谁都会了解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属灵的问题 是叫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不能控制 自己心里的忧虑 二十六节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重 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枪里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 思虑吃寿数 多加一克呢 所以你的惧怕 你的恐慌呢 绝对不能改变那个环境条件 你不可以用你的惧怕 来避免那个不可能发生 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主是这样说 所以主说 所以主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很重要是什么 他关注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 所以二十八节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放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也不如这花一朵呢 三十节我们一起读 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湖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各位这句话是很重要 何况你们是谁 你们是神的子民 荣耀的神的儿女 你们的身份是什么 何况你们 各位了解吗 三十一节再来 我们一起读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我们读到这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他是在登山保训讲的 向着大群众有男有女 但是呢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相信在那时候的社会 尤其是以男人为主的社会 是给那时候的人一个很大的震撼 尤其是男人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各位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各位通常 担心的话 各位有没有发现 是跟谁在一起的时候 才会听到 多数都是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就会听到很多担心的话 各位有没有发现 姐妹在一起的时候 哎呀我的孩子这样怎么办啊 我的老爸爸老妈妈现在病了怎么办啊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姐妹在一起的时候讲的话 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没有讲这些东西的 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讲什么 讲足球 讲政治 甚至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呢 姐妹是 哎呀哇这个现在这么多 有这样的疫情病例这么多 学校关了话 孩子怎么办啊 你不会听到弟兄讲这个的 弟兄看报纸 哦今天多几钟了 哦今天多几钟 对不对 弟兄弟兄是 其实的本性是 觉得讲担忧惧怕的话 是很懦弱的一个象征 所以有一些弟兄是 连跟自己太太讲 太太我今天很担心 就是这句话都根本没有讲的 因为你们确认对不对 但是各位你知道吗 其实呢有报告显示 男人做的噩梦啊 是比女人多两倍的 你们知道吗 Two times as much 这是很清楚的 这男人的噩梦 男人呢 虽然表面上不把担心惧怕的话讲出来 但是里面承受着一些压力 也尤其是啊 我曾经读过一个报道 紧抓住男人的心 然后叫男人很忧虑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他养家糊口的那个责任 一个男人如果他没有办法 在吃的喝的穿的那个东西 能够供养他的家人 这个给他是很大很大的压力 你们知道吗 所以呢很多的男人 有些男人 虽然很忠心对他的妻子 但是因为他一直有欠缺 我就担心 万一有一天怎么办 我不够怎么办 孩子读书不够怎么办 那这个东西呢就造成他的压力 那有些男人真的在这个地方 好像失败了之后呢 一直自责 一直颓废 那个光景 各位所以呢 你会知道的 弟兄有一种不讲 但是无形的压力 是受阻的 阿们吗 没有人敢讲 阿们 好像姐妹点头 姐妹不一定知道弟兄的心声 但是我今天这样讲 姐妹是全部讲出来 担心也讲 不担心也讲 什么都讲出来了 多数担心的话 全部讲完之后呢 但是呢 其实更intense 更紧张的 跟压力的地方是弟兄 所以呢 创世纪三章的时候 你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这是跟谁讲的 不是跟夏娃讲的 跟亚当讲的 对不对 汗流满面 你会很辛苦的 你会有那个压力 要供养你的家庭 但是呢 你很辛苦 然后汗流满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呢 虽然这个时代一直在改变 现在有什么企鹅爸爸 什么爸爸在家照顾孩子的姐妹 那我跟你们说 有一些传统的一些概念 尤其是男人养家糊口的 那个东西呢 其实还是深入在一个 男人内在的精神里面的东西 你们知道吗 所以 这是一个事实 那所以呢 主在这边说什么 主说 你们不要为吃的 喝的穿的 这是最简单的东西 不要为这个担心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疫情当中 弟兄妹 或者姐妹们 你们不要担心 你们的工作 被裁员 或者减薪 还是什么 然后呢 家庭不够 我先跟各位说 这个最普通的东西 我们想的太远 我担心这个 其实我们担忧的东西 是最简单的东西 最普通的东西 我问各位 我们昨天 看到我们部长 就是流泪了 对不对 新加坡部长 为什么这样压力 政府为什么这样压力 你们有没有问过 现在压力什么 觉得整个新加坡关就好嘛 但是钱怎么办 经济怎么办 你们了解吗 因为国家封锁的更厉害 经济越受影响 资金越受影响 你们明白吗 其实是讲来讲去 是人最简单肉身 只是三碗饭的一个东西 所以基督徒 如果你读了这段经文之后 你不能被这样的观念来掳掠的 你一定要知道 全世界到底在担心什么东西 为什么这么挣扎 你说因为人死啊 什么啊 这些东西 其实讲来讲去担心 中国很怕 快点 快点封城要解决 然后呢 生意要做 对不对 美国也是 复活节要开 再次不能lock down了 不能封锁 要开 但是有些人 怎么办啊 人会死啊 新加坡是一直在这个地方 要挣扎 但是其实担心的东西 只是三碗饭的东西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们不是不够 不是饿死在街上 但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了解吗 很多的人 没有好好读这段经文 然后呢 因为这个赚多赚少的事情 你牺牲了什么 牺牲了一些关系 你牺牲了跟家人的时间 牺牲了这些东西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好读我们主耶稣登山保训的话 你就会知道 这基本的需要 是上帝绝对预备给他的儿女们的 所以你绝对不要担心 Amen 这些话 我不能这样面对面跟各位讲 我不知道五个礼拜 或者十个礼拜 如果风得月久的话呢 各位 但是你们一定记得最后 不要为明天 不要为最基本的东西来担心 那是上帝如果养活这个地上的动物 飞鸟 绝对会养活你们的 如果你不要担心的话一定够了 后面要加这句话了 对不对 后面我们再看 最后两节好吗 最后两节三十三节 我读哦 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先求神的国 神的国在哪里 你们现在只有关注地上的国 现在这个疫情发生的都是在地上的国发生 但是这个当中一定有看不见的国 和那个王和王的旨意 你一定要透过神的道来认识他的国里面的事 和这个国王要成就的旨意 然后你没有神的道 你怎么能够明白这上帝的义 现在这个地上的人是看的那个义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医护人员现在在前线打战的时候 你们绝不在家 你们不要说 我们很辛苦 你们也没有错 我们看到他 我们心里面流泪 我们知道他们很爱这个社会 但是无论怎样 他们因为在这样的问题当中 他们的挣扎 他们没有去想什么叫神的义 什么叫神的义 在我们按着我们的无助跟惧怕 忧虑来反应的时候 还有一个神的义 神的国的事情 是我们要了解的东西 当你们先求那个国跟义的时候 健康 经济 这一切 你知道家庭的稳妥 一点一滴按时的加给你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要了解 然后最后一句话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这里说什么 这里说 各位 第34节我们一起读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各位 我们为明天的忧虑 我们为明天的那个忧虑 就是我们今天 促使我们进到惧怕当中的时间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各位 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忧虑的焦点 都是为将来的事 没有人为昨天的事来忧虑 各位 这里哪一个人为昨天的事忧虑 你们忧虑的东西 你们忧虑的焦点是 明天还没有发生的事 如果已经发生了 已经不再忧虑了 发生就发生了 你看现在每个人惧怕忧虑什么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得到病毒的话 万一我明天中 或者我的家人中的话 怎么办 那个时候怎么办 工作怎么办 家人的健康 对 明天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 但是如果你已经中了 那就另当别论了 对不对 中了中了咯 只是小感冒而已 那种东西 还没有中的人 那是 我明天万一发生怎么办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各位很奇妙的 我们被折磨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被折磨的东西是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一直想 明天后天 明年后年 我的孩子怎样 明天的事 都是这个东西的 我以前 在学校 小学的时候呢 去调皮的时候呢 记大过 我的老师说 明天 你来学校 第一件事情来找我 现在放课了 你来找我 这个事情呢 我要把你带到校长室去 我的人生当中 最痛苦的就是那天 我现在还记得 刻在我星板上 整晚睡不着 一直到明天 我到学校 老师把我带到校长室 骂几顿 啊 松了 已经过了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其实都是明天的事情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 因为担心明天 过不了今天 我们都是 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主讲这句话 证明什么 祂真的是造我们灵魂的上帝 其实我跟你们讲 再大的事情 只要一发生了 你就不担心了 阿们吗 各位 所以国家 万一明天打仗 这个是你的担心 打了仗之后 就没事了 你们了解这句话 但是你们担心的是什么 那打了仗之后 过后又怎样 过后又没有饭吃 所以你们担心的 不是那个事情 不是那个问题本身 你们是担心的 那个问题 一发生之后 然后过后怎样 我的家庭怎样 我的配偶会怎么讲我 还是什么 我的孩子 还是明天的事情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先了解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性情是这样的 所以主说 明天只有明天的用 你到了明天 明天变成今天 OK 差不多 但是今天我跟各位 确认一件事情 各位注意点 我现在跟各位 确认一件事 那么各位 为明天担心 一生都在为明天担心 但是各位有没有问过 你担心的事情 真的发生在你身上 有多少 有多少 其实你好好想的话 很少 真的少之又少 甚至有一点发生了之后呢 也不像你想的这么糟 也跟你所想的 恐慌的那个情景 有所不一样 我跟你们讲 我是从小 真的比较敏感的人 我的爸爸从小 他是驾摩托单车 他做正辅工嘛 所以每次他正辅工 下班是很准的 所以回家一定是6点6pm 一定我在家楼上看 他的摩托车就进来了 那个卡扑 停车位 那个地方 我就每次6点 你看 有时候奇怪 6点05了 为什么还没有来 然后我就在窗口一直看 6点10分了 为什么还没有回来 那个东西 各位有没有这样过 然后我一直讲 我的母亲是 她会回来的啦 她可能在路上 有交通阻塞 什么东西 也不是到7点 6点05 6点10分 只有这个经历过 但后来 你们问 我在担心什么 我担心我会 很奇怪的胡思乱想 会不会我成为一个 没有爸爸的人 他有交通意外啊 还是什么啊 这个motorbike 怎么危险啊 被车窗啊 各位 其实也是5分钟 10分钟 各位很奇妙的 对不对 从小我就有这种东西 这个意念会折磨我 所以我就发现 后来从小的时候 我就学明白这句话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心急水不开啊 你们明白心急水吗 A watch pot will not boil 心急水煮不开 就是你煮水的时候 你一直看那个火 为什么这个水还没有滚啊 煮不开嘛 所以 为什么这样久 因为我等了很久 你出去做一点东西 回来那个水就开了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就是很奇妙的奥秘来的 对不对 人一直把他的身心灵 专注一样东西的时候 好像跟他要 跟他 就是希望他发生的 那个没有发生 反而叫他有更担心 更焦虑的那个东西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我就从小明白这个东西的时候 真的是 然后我就读这句经文的时候 真的是主 但是我跟各位说 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担心的没有发生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告诉我们 原来 主的恩典是远远大过我们所认为的 是主的恩典一直在保守我们 主的恩典在守护着我们 跟我们所爱的 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所以其实呢 圣经要讲的是什么 何况你们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 我都养活他们 所以在你们讲 担心不担心 我跟你们讲 我跟你们的关系是什么 你们是神的儿女 你们是我所爱的 你们是多么荣耀的 所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不要心急 你们不要焦虑 你们的心不要被掳掠 各位 甚至我跟各位说 有时候我们想的东西 想都没有想到 竟然发生了 对不对 好像这个疫情在我们教会发生 我们刚过的一个主人 我们姐妹也走了 全新加坡也是第一个离开的 因这个病毒离开的 但是很奇妙 就发生在我们当中 当一发生之后 那个恩典是远远够用 神的话会来 圣灵的保护会来 对不对 圣灵不但保护他的牧者 保护大家 所以今天各位都一起相聚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上帝要跟我们说的 连那样糟的情况 我都保护你们 对不对 何况你们吃的 喝的 穿的 那个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们了解吗 所以今天我给各位的话 我今天叫各位做崇拜 疫情的东西 不是想多讲那个东西 我觉得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的问题 我们对神的真理的确认 认知了解 也真的我们因信神的话 我们再次明白 主怎么活在我们里面 主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这就是当这个世人都混乱了 这个疫情一直遍满全球的时候 我们神的儿女有点混乱起来 我们混乱的时候 我们被惧怕冲击的时候 我们判断很多的事情是不清楚的 是没有根基的 几乎跟世人都一样的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阿们 我们Karin姐妹在吗 Karin Karin在后面 对不对 我们Karin姐妹最近 教会最多为她祷告的 就是她找工作的事情 所以今天她找到了 你们知道吗 对不对Karin 她今天写给牧师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我心里想 这个时候你还找到工作啊 所以呢 不是疫情之前 疫情之前她一直被折磨了 她老板折磨她 那个东西 但是呢 那几时要找到啊 我心里面想 现在这个时候 我那时候心里面想 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辞职啊 你就继续做下去了 对不对 但是想不到 现在在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呢 她就找到了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自己多想 多惧怕 我们的心被掳掠 但是各位 上帝总是给我们一点一点的证据 叫我们看过我们现在的情况 叫我们从我们跟主的关系来看 所以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了 但是呢 这样讲呢 是很容易的 但是实际要应用的时候是很难的 我跟各位真的是很难的 我会明白哦 我们尤其是很多时候呢 那个真实的情况一来到的时候呢 这个跟忍耐没有关系的 这个跟胆量没有关系的 你不能逼自己 我有信我不要怕 你听到一个情报一个消息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自己 你们知道吗 这几个礼拜 我就 很多的焦虑在我的心里面 有一天我跟师母讲 哇 你有没有过 呼吸不了的时候呢 他说有 当然有了 他说久久一次 我跟他说 我今年一开始很多次 呼吸不了 我去宣教前 这个教会也发生 然后宣教的中间 要去的时候呢 有些人说 牧师你最好小心 你来台湾 你教会也发生这个事情 小心台湾的媒体也来 那时候你不但在新加坡红 你在台湾也红 然后 台湾我每个聚会带领的时候 我又担心 万一我走了 万一什么事情 然后他们当中 忽然间出现一个病例的话 怎么办 所以我一边走一边的时候呢 我一直想我后面那个怎么办啊 然后一直到 然后呢 我们姐妹的消息 在新加坡来的时候呢 我还在一半耶 我宣教的时候还一半 然后一直想这个东西 然后想 有一次你们听牧师讲道 我真的很想 我跟台湾弟兄弟们 牧师今天很想 快点飞回新加坡 但是呢 还没有完成使命 那还是要一刻一刻这样做 然后终于回来了 然后事情发生了 然后主带领了 所以这个当然呢 我知道 其实不是你打起勇气 你能够面对的东西 你一定要沉浸在神的道里面 只有神的道 你的惧怕是 当比那个惧怕更大的神的道 临到你 沉浸在里面 你的心被神的道取代 那个惧怕被神的道取代 你的惧怕才会消散的 所以跟你听到 看到 继续接触到的 那个伟大的神的道 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呢 那个道是怎样 那个道是神的应许来的 是对付你所有你惧怕的 那个地方 那个事情 那个意念 对付那个东西的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 不是这么容易 我知道 所以我这边讲 所以呢 我这边很简略地这样讲 惧怕跟忧虑呢 基本上有三种 基本上有三种 第一种呢 是客观 或者我们讲很具体的惧怕 比如说每一个人的惧怕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人怕的那样东西是很具体的 比如说我怕高 怕高 有些人说我怕狗 有些人怕蟑螂 有一样东西 我怕病 我怕被离弃 那个是很具体的 也通常这些很具体的惧怕 是你曾经被吓过 或者说你的环境 好像这样的疫情来到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人死的时候 哇 这个忽然间 就是这个成为你的惧怕 所以很具体的 那一件事情 怕病 怕得到感染 对不对 这个东西 我以前 我的爸爸 我七岁的时候 他带我去坐那个海盗船 那个海盗船 我七岁做了那个东西的时候 我惊吓到 我二十多岁 跟师母谈恋爱的时候 我在坐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看我吓的这个样子 他说 为什么你这个大男人怕到 我说 因为我七岁的时候 吓到这个东西 所以从此以后 这个海盗船 只要是海盗 我这个Rollercoaster 我是可以 但是这个海盗船 就是一直感觉我要掉出来 好像我七岁的时候的那个阴影 就在我的 所以我说 我不能坐海盗船 你们明白 所以这个是很specific 很具体的那个东西 但是我跟各位说 有另外一种惧怕 比较深沉一点 也是一种很无名的惧怕 我们叫做焦虑 Ans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 焦虑 这种焦虑就是 你不能解释的 跟灵界 还有你以身俱来的一种体质有关系的 就好像我刚才跟你说 好像我小时候呢 每次看我的爸爸有没有回来 那个东西 6点05 6点10分 我以为这个是小孩子的事情 后来我长大了 对不对 我就结婚了 然后有孩子了 我孩子小学的时候呢 我孩子呢 有时候他们 学校就两点放课 学校就走路来五分钟 为什么两点十分还没有到家 我就开始胡思乱想 然后我就问 走来走去 我就说 师母 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到家 哎呀 师母讲 你不要担心啦 你的这个儿子 不懂去哪里玩啊 那个东西 为什么两点十二分还没有到家 有时候会这个东西 所以我会知道啊 如果我一不靠主的时候啊 我就很奇妙的 我与生俱来的 那种敏感 那种焦虑 我不懂从哪里来的 就是我不要 但是那个意念会临到的 各位有没有这种东西啊 A very nameless fear 很奇怪 所以这个呢是很奇妙的 甚至像约伯这个东方义人 你们听过吗 约伯是敬畏神 义人 无可指责 但是他讲一句话 在约伯记三章二十五节 我惧怕的事终于临到我身上了 所以他一来呢 什么东西都做得好 也敬畏神 但是很奇妙的 因为他是一个罪人 他生命里面有一种通报 就是他会担心 我孩子身上 会不会整天party啊 然后有一天他们得罪神 什么事情 然后有一天 真的 整个屋子倒塌了 孩子全部死光了 所以我们知道啊 这个东方义人啊 他也有这个的 所以各位 我现在讲的东西 你们自己确认 我们不要只有 继续看完coronavirus 每个人都怕 不要只有这样看 这个 那个是最表面的 就是好像我刚才讲的 很具体的惧怕 现在这个病毒来到 每个人都怕这个 这个是最 最浅的 最表面的东西 但是比这个表面的惧怕 更深一点 跟你的灵魂 跟你与生俱来的那个 罪性 特别在你的身上 发酵的时候呢 你有一些根 你们明白吗 那个地方是 如果你不靠主 你不靠主的话 很奇妙的 那个意念来 那个恐绑来 那个会瘫痪你的 各位这个地方呢 是 教你不得不要 一直来到神的道 来到祷告面前的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要跟各位说的是 你的忧虑 你的惧怕是 其实有属灵的因素 上帝知道的 上帝知道 你也要知道 你也要知道 你们明白吗 不是你逃避就可以 我跟你说 没有事没有事了 我不怕了 我跟你讲 不是这样面对的 惧怕不是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今天牧师 我虽然是一个男人 我保护很多的惧怕 跟你们讲 所以让你们知道 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 那堕落的天使 怎么攻击我们 影响我们 我们现在要看的东西 是过于这个 这个新冠病毒的东西 不是这个东西 你要先回到神的道 来了解 为什么多多人的身上被挣扎 就算这个疫情好了 他们不被这个病毒的东西来捆绑 他们还被很多的东西捆绑 阿们 了解这个 然后呢 第三种惧怕是什么 跟惧怕有关系的东西 就是各位记得吗 当该隐一犯罪之后 上帝跟他说 你要成为一个流离飘荡的人 对不对 流离飘荡的人 耶利米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 各位 耶利米说 你们在什么 狂奔乱走 对不对 狂奔乱走 流离飘荡 英文都是 就是 你的心不能定 不能安 上帝造万有的时候 第七天 安息 也把那个安息的祝福赐给人 人一犯罪之后呢 他的心有一个 restlessness 流离飘荡 一直不能停 一直动 环境有一些事发生 怕 然后有时候情况很好 看到别人 什么都好 成功 自己也怕 万一我得不到 我失败怎么办 别人成功了 所以很多的东西 它是 环境一来的时候 它的自动的 属灵的问题 属灵的根 叫它一直很飘动的 飘荡的 这个心不能安然 因为 这是跟它离开神有关系的 只有上帝是绝对不变的 但是人呢 如果跟这位上帝脱离关系了 他是在这个地上 restless 又飘荡 不定 所以我们华人有时讲 这个人不定心 那个人不定心 我们这样讲是好像我们华人的白话 对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 这是一种惧怕 延伸出来的一种表现 就是你心灵里面的 一种反射出来的 那种惧怕的光景 所以 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宗教都是要操练 我们怎么定下心 打坐 静下心 修身养性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 因为这个心一直飘动不停的时候 很辛苦 很挣扎 你去看有忧虑症 有恐慌症的人 他们的心 他们的脑是一直在转动 一直在转动 各位有没有发现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圣经啊 把人的惧怕 讲得清清楚楚 都是跟神隔离有关系 离开神 然后自己 按着自己的私欲要活 然后遇到那个情况 再加上自己原有的一些属灵的问题 有关系 所以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要讲一个惧怕的信息 不是单单 那个地上 忽然间有瘟疫来了 大家怕 不是这样的简单的东西 跟吃的喝的这些 虽然是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有很深的 有一些奥秘在里面 所以 现在我跟各位讲完了 所以各位 上帝要解决我们惧怕忧虑的问题 第一 他一定要接着他儿子的死而复活 他的救赎 叫我们与神和好 你要与这位上帝 和上帝造的万物和好 你才能不惧怕的 有没有明白吗 如果上帝造的这一切 上帝造的这个经济 上帝造的这个环境 这个国家 甚至上帝也许可的这个病毒来 也在上帝的手中 但是如果你跟上帝是和好的 各位 这个呢 基本上你是平安的 Amen 你基本上是平安的 如果你没有跟上帝和好 你不可能 不可能 我听我昨天我们可爱的部长 他讲话的时候 他最多的答案是 Let's walk together 对不对 最好的答案是 我们一条心一起走 但是大家一条心没有上帝 不能的 你们了解吗 一条心是 大家合一在一起 你鼓励我 我鼓励你 但是这个真正的危难 危险来的时候 谁能够胜过 全能者在哪里 对不对 没有这个 你没有跟他和好 没有办法 所以只有在人的乐观的层面上 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是不能被解决的 各位理解吗 现在牧师给各位的道 这是神的道 不是我讲的 第二 各位 上帝怎么解决 第二 那你跟上帝和好之后 你要记得 你活在一个充满恐慌惧怕的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充满未知数 所以你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 所以在门徒最焦虑最惧怕的时候 就是最后晚餐 我们主耶稣说什么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去的话必定再来接你们 我在哪里 你们也在哪里 对不对 我一定会再来接你们的 然后神继续说什么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所留下的平安 是世人不跟世人的平安一样 世人也不能给这样的平安 这个平安是怎样 圣灵宝会是亲自与你们同在 亲自指教你们 亲自教你们想起祂的话 亲自安慰你们 你们明白吗 这是由神实体上实际上的同在的 那个平安来的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第二 各位 所以你没有听到神的应许 你没有听到祂应许的言语 应许的信息 你只有看新闻 你不可能 所以 就算如果有一天国家封锁了 你们会在视频上看到牧师 我还是会跟你们讲到 这是第二 所以第一 祂必定拯救你们 教你们预生好 第二 赐下祂的应许 第三是什么 各位 第三就是 上帝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 但是 我们软弱代表什么 就是说 虽然上帝统在 我们看不到 对不对 一个人看不到 但是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发现 祂长阔高深的大碍 所以 圣经在 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章二十五节 那边怎么说 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 我们大家都翻开好吗 十章二十五节有没有 我们一起看 你看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快要停了 但是不可停 圣经这样讲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都要彼此劝勉 and courage 这句话很重要的 劝勉 既知道哪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对不对 所以呢 各位 人的 courage 胆量 胆怯的时候 你叫他怎么有胆量 你胆怯的时候呢 你垂自己就有胆量吗 不是 你需要有旁边一个人 给你 courage 给你胆量 所以这个 encourage 这个原文的意思 make strong make strong 就是make him strong 使他有力量 使他有力量 你讲的话 你给他的一个肯定 你给他的勉励 给他一个力量 然后很奇妙的 刚才没有的 但是因为看到了你 或者听到了你讲的话 接触到你 现在接触也不能要一米 这样走 但是呢 就奇妙的 date strong 起来 这个心 一有strong的时候呢 有 courage 有胆量的时候呢 刚刚想的跟现在想的 好像不太一样 各位有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courage 我们人真的需要的 你们有没有看那个 Wizard of Odds 有没有看过这个 Wizard of Odds 谁没有看过啊 Wizard of Odds 我忘记怎么讲了 Wizard of Odds 有一个 cowardly lion 有没有 一个狮子 原来是应该有很胆量 但是他的胆量被拿走了 虽然狮子的牙齿是有啊 那个很凶猛 但是他没有胆量的时候呢 什么都不能的 所以他一直在找什么 他在找 courage 找胆量 各位有没有 Wizard of Odds 我从小的时候是看这个 Jerry 我就知道原来 你无论多威猛啊 你的胆量一拿走 不能 怎么是不能的 你在撞 两米高也没有用的 对不对 但是你只有1米5 小小个 所以1米5的这边 居住 然后呢 所以我们前面小小个 对不对 忽然间他有胆量的时候呢 两米高的人都怕你 对不对 所以很奇妙的 人的胆量啊 但是需要旁边的人给他 所以这里说什么 十章四五节 你们知道那日子临近了 你们更是要在一起什么 彼此勉励 彼此劝勉 彼此劝勉的时候呢 刚刚没有胆量 变成有胆量 各位你们知道吗 我最后讲一句 我要结束了 当你们 谁才需要胆量 你们有没有问过 需要胆量 谁才需要胆量 你们有没有问过 要怎么讲啊 你要有胆量的大前提是什么 你要有胆量的那个 先前条件是什么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你要有胆量的先前条件是 你先要有惧怕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因为你先有惧怕了 所以 如果我什么都不怕 我不怕了 死都不怕 那你不需要胆量 但是 你像门徒这样 把门关到紧紧的 都惧怕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 我们主进来 愿你们平安 然后呢 给他们胆量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呢 如果一些人说 我死都不怕 什么都不怕 疫情来什么都不怕 那你不需要胆量 你不需要 但是呢 我是什么都惧怕的 我是很容易有暗示的 那个堕落的天使 一直攻击我们 我们教会 很多的事情 有些叫我们弟兄姐妹也 很多的声音 有些跌倒 有些压力 有时候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主啊 我真的很多的无能 无助 惧怕 忧虑 所以我需要圣灵 我需要相聚 我需要看到弟兄姐妹 对不对 你们明白吗 所以我的先前条件是 我有惧怕 所以今天我分享很多的惧怕 你们了解吗 牧师的用意 就是要告诉你们 因为我们是我软弱的 也承认自己是软弱的 也是有惧怕的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正常的 所以主要亲自与你同在 主的勉励告诉你们 所以你们要相聚 但是现在怎么相聚啊 今天相聚完了 就没得相聚了 所以呢 各位 我们基督徒呢 是不能犯法的嘛 我们应该 也遵照国家的法律 国家要实施的 也是为了这个疫情的缘故 十个人以内 然后 戳开来 也一米 这样 那么 我们祷告过了 领袖们祷告过了 那所以 今天 十二点之前 我们这样相聚一次 我给大家上帝的话 你们感觉重要吗 真的重要 对 我们大家一起领受的 真的是不一样 但是各位 如果主给我们的情况 是另外一样 我们不能有这样多人的时候呢 你们要知道 主还是同在的 但是主有他的方法 那个方法 那个原则 还是相聚 相聚当中有神的话 所以神的话 牧师还是会在线 给你们神的话 然后呢 十个人 你们一个家庭里面 可能四个人 五个人 对不对 在一起 你们要在线上领受 但是我今天 想给各位 最后的一个方向就是 如果只有你一个家庭 你这样领受神的话 领受两个礼拜之后 十点半聚会的话 可能你们十一点才起身 可能十一点 或者家人要不要 一个躺在沙发 一个拿汽水喝 然后呢 一个什么 谁在讲 那这样孩子也是 啊 寒他什么 然后牧师在电视讲道 这样不行 我跟弟兄姐妹讲 两三个家庭 但是不超过十位 或者一两位 跟你们 弟兄姐妹 在大家一起 做崇拜 当作是一个小组 然后周间 还有一个小组 你们要的话 也可以 所以这个呢 等一下我们 聚会完之后 我给大家一个方向 我今天把这个道先讲了 我们 在地上 活在地上 也活在天上 地上有地上的法律 但是天上有天上 上帝所定的 他的国和他的义 那这个两难之间呢 我们要怎么结合起来呢 就是由主的引导 要给我们 所以教会领袖呢 是要在这个地方祷告 找出主要我们怎么做 所以我这样讲 给大家一个方向先 等一下我们 之后我们 做一些调整 但是我们今天 相聚的理由是 我们要在主面前 一起领受 主的兵和杯 再次合而为一 一起祷告 也为这疫情祷告 真的不盼望 这个国家 封城 然后呢 学校没得去 工作没得去 我是不希望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也 实在是有责任 但是我们要为国家 这样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心里要有刚强 我们自己这样 句句啪啪这样锁起来 这样是没有用的 但是也不能乱来 绝对不是 所以我今天看到 大家有比较多戴口罩的 那很好 继续要戴 尤其到Icon Room这些 那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多说 好不好 但是愿主祝福大家 主给我们的是什么 叫我们与祂和好 还有什么 祂的应许 第三 我们还是要相聚 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 你用你的话语 勉励我们 在我们这似乎像是 最后一次的晚宠里面 主 你做美好的工作 我们不知道我们 几时还能够这样 在一起相聚 但是主所做的美事 主 在我们众人心中 透过你的话 写明出来 主我们愿意 主 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主 如同你保守门徒的信心 因为主在这个疫情中 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主我们愿 你的教会 能够强健起来 不是因这个疫情来软弱 乃是因这个疫情来刚强 懂得更是靠你 靠你度过这一切 我们也为这整个国家社会祷告 主真的盼望这个国家 主不要来到一个封城的地步 主让现在这个情况 能够按着主的时间 渐渐好转起来 也让这个过程 让很多主的子民 也主所拣选的人 能够谦卑下来 能够谦卑地依靠你 我们也自己的生命里面 也反思反省 也需要悔改的要悔改 教会也需要更新的要更新 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 主你再次会施下你的怜悯给这个国家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主 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 我们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